新約傳書 《馬太福音》 第一章 阿伯拉罕的後裔 大衛的子孫 耶穌基督的家譜 阿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 猶大從他馬士生法勒斯和謝拉 法勒斯生希斯倫 希斯倫生阿蘭 阿蘭生阿米拿達 阿米拿達生拿信 拿信生薩門 薩門從拉俠士生波亞斯 波亞斯從路德士生俄比德 俄比德生耶穌 耶穌生大衛王 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 所羅門生羅波安 羅波安生阿比亞 阿比亞生阿薩 阿薩生約沙法 約沙法生約蘭 約蘭生烏西亞 約蘭生烏西亞 烏西亞生約坦 約坦生阿哈斯 阿哈斯生希西加 希西加生馬拿西 馬拿西生阿門 阿門生約西亞 百姓百姓 百姓被遷到巴比倫的時候 約西亞生耶哥尼亞和他的弟兄 遷到巴比倫之後 耶哥尼亞生薩拉鐵 薩拉鐵生索羅巴伯 索羅巴伯生阿比玉 阿比玉生以利亞境 以利亞境生阿所 阿所生薩督 薩督生阿金 阿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亞薩 以利亞薩生馬達 馬達生雅各 雅各生約瑟 就是馬利亞的丈夫 那稱為基督的耶穌 是從馬利亞生的 這樣 從阿伯拉罕到大衛 共有十四代 從大衛到千至巴比倫的時候 也有十四代 從千至巴比倫的時候 到基督 也有十四代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 記載下面 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 還沒有盈取 馬利亞就同聖靈懷了人 他丈夫約瑟是個異人 不願意明明的羞辱他 想要暗暗的把他憂了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 有主的事者向他夢中顯現 說 大衛的子孫約失 不要怕 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 因他所懷的人 是從聖靈來的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女救出來 這一切的是成就 是要應驗主席先知所說的話 說 必有同女懷孕生子 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翻出來 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若失省了 起來 就遵著主事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過來 只是沒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兒子 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第二章 當希律王的時候 耶穌生在猶太的百利行 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 說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聲 達來拜他 希律王聽見了 就心裡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照齊了祭司掌和民間的民事 問他們說 基督當生在何處 他們回答說 在猶太的百利行 因為有先知記著說 猶太地的百利行啊 你在猶太諸城中 並不是最小的 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 要從你那裡出來 牧養我以色列民 當下希律暗暗的照了博士來 世問那聲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就猜他們往百利行去 說 你們去仔細尋房那小孩子 尋到了 就來報信 我也好去拜他 他們聽見王的話 就去了 在東方所看見的那聲 忽然在他們前頭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頭停住了 他們看見那聲 就大大的歡喜 盡了房子 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 就俯復拜那小孩子 揭開寶俠 拿黃金與香 抹躍為禮物 獻給他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見希律 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他們去後 有主的使者向若瑟夢中顯現 說 起來 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 逃往埃及 住在那裡 等我吩咐你 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 要除滅他 若瑟就起來 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 往埃及去 住在那裡 直到希律死了 這時要應驗主席先知所說的話 說 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發怒 警察將百里行成女 定四境所有的男孩 照著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 凡兩歲以內的都殺盡了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 說 在拉馬聽見浩淘大哭的聲音 是拉傑哭他兒女 不肯受安慰 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希律死了以後 有主的使者 在埃及向若瑟夢中顯現說 起來 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 往以色列地去 因為要害小孩子 性命的人已經死了 若瑟就起來 把小孩子和他母親 帶到以色列地去 只因聽見阿基魯接著他父親希律 作了猶太王 就怕往那裡去 又在夢中被主指示 便往加利利境內去了 到了一座城 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裡 這事要應驗先知所說 他將稱為 拿撒勒人的話了 第三章 那時 有詩浸的約翰出來 在猶太的曠野傳道 說 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 這人就是先知以塞亞所說的 他說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預備主的道 修夕他的路 這約翰身穿 諾陀無的衣服 腰束皮帶 吃的是黃蟲野蜜 那時 耶路撒冷和猶太傳地 並約彈河一帶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約翰那裡 承認他們的罪 再約彈河裡受他的針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 和殺刀戈人 也來受針 就對他們說 毒蛇的種類 誰只是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與悔改的心相稱 不要自己心裡說 有阿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我告訴你們 神能從這屍石頭中 吸阿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現在虎子已經放在樹根上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 就坎下來 雕在火裡 我是用水給你們私針 叫你們悔改 但那在我以後來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給他提鞋 也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私針 他手裡拿著波機 要揚靜他的牆 把脈子收在倉裡 把腔用不滅的火燒盡烈 當下 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 見了約翰 要受他的針 約翰想要攔住他 說 我當受你的針 你反倒向我這女來嗎? 耶穌回答說 你暫且許我 因為我們你當這樣盡諸般的義 於是約翰許了他 耶穌受了針 隨即從水裡上來 天忽然為他開了 他就看見神的靈 彷彿革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從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第四章 當時 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 受魔鬼的試探 他禁食四十早夜 後來就餓了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 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吩咐這些石頭 變成食物 耶穌卻回答說 經上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 叫他站在殿頂上 對他說 你若是神的兒子 可以跳下去 因為經上記著說 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耶穌對他說 經上又記著說 不可視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 都自給他看 對他說 你若苦腐敗我 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耶穌說 撒旦退去吧 因為經上記著說 當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於是 魔鬼來了耶穌 有天使來自後他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牢 就退到加利利去 後又離開那撒勒 往加伯農去 就住在那裡 那地方靠海 在西部倫和那佛他利的邊界上 這時要應驗先知以塞亞的話 說 西部倫地 那佛他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若但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 看見了大光 坐在死暗之地的人 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從那時候 耶穌就傳起到來 說 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 看見弟兄二人 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 和他兄弟安得烈 在海裡殺亡 他們本是打魚的 耶穌對他們說 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得人與得魚一樣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 跟從了他 從那裡往前走 又看見弟兄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兒子雅各 和他兄弟約翰 和他們的父親西比泰 在船上保網 耶穌就招呼他們 他們立刻捨了船 別了父親 跟從了耶穌 耶穌走遍加利利 在各會堂裡 教訓人 傳天國的福音 醫治百姓各樣的定證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聚利亞 那裡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樣疾病 各樣疼痛的 和被鬼附的 癲閒的 癱瘓的 都帶了來 耶穌就自好了他們 當下 有許多人從加利利 底加波利 耶路撒冷 猶太 若彈何愛 來跟著他 第五章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 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門徒到他跟前來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虛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愛動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既渴無耳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連率人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夢連率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使人和目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為二受迫白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人若因我欲罵你們 迫白你們 列造各樣壞話 抵抗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 是大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這樣迫得他們 你們是世上的嚴 嚴若失了味 怎能叫他再咸呢? 以後無用 不過雕在外面 被人淺達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 成造在山上 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 在天上的賦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 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 乃是要成全 我實在告訴你們 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 或是不能廢去 都要成全 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界命中 最小的一條 又教訓人這樣做 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 但無論何人遵行這界命 又教訓人遵行 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我告訴你們 你們的義 若不省於民事和法利賽人的義 斷不能進天國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 說不可殺人 又說煩殺人的 難免受審判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向弟兄動怒的 難免受審判 凡馬弟兄是拉家的 難免工會的審斷 凡馬弟兄是魔力的 難免地獄的火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後來獻禮物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 就趕緊與他和息 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 審判官交付牙翼 你就下在監裂了 我實在告訴你 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 你斷不能從哪裏出來 你們聽見有話說 不可奸任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看見婦女就動任念的 這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奸任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換出來雕吊 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 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裡 若是有手叫你跌倒 就坎下來雕吊 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 不叫全身下入地獄 又有話說 人若憂妻 就當給他憂書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憂妻的 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 就是叫他作淫婦了 人若取這被憂的婦人 也是犯奸任了 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 說 不可背世 所起的世總要向主緊守 只是我告訴你們 什麼世都不可起 不可指著天起世 因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著地起世 因為地是他的腳椅 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世 因為耶路撒冷是大軍的京城 又不可指著你的頭起世 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 變白鳥 你們的話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若再多說 就是出於那惡者 你們聽見有話說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只是我告訴你們 不要與惡人作對 有人打你的右臉 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女衣 連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 就給他 有向你借貸的 不可推辭 你們聽見有話說 當愛你的淪射 恨你的囚的 只是我告訴你們 要愛你們的囚的 為那逼得你們的討告 這樣 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 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 也照打人 降雨給義人 也給不義的人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 有什麼賞賜呢? 就是碎利不也是這樣行嗎?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 給人有什麼長處呢? 就是愛幫人不也是這樣行嗎? 所以你們要完全 將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第六章 你們要小心 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 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所以你施捨的時候 不可在你前面吹號 將那假冒為善的人 在會堂裡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榮耀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施捨的時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 你負在暗中擦看 必然報答你 你們討告的時候 不可將那假冒為善的人 愛站在會堂裡 和十字路口上討告 故意叫人看見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討告的時候 要盡你的內屋關上門 討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負在暗中擦看 必然報答你 你們討告 不可障礙幫人 用許多重複話 他們以為話多了 必夢誰聽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已先 你們所需用的 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們討告 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天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思貪 救我們脫離空惡 因為國度 權兵 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門 你們遙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必遙恕你們的過範 你們不遙恕人的過範 你們不遙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遙恕你們的過範 你們禁食的時候 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 臉上帶著愁容 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們禁食的時候 要疏頭洗臉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 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報答你 不要為自己積贊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 能受壞 也有賊滑忽孔來偷 只要積贊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咬 不能受壞 也沒有賊滑忽孔來偷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 你的心也在哪裏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若燎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裏頭的光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不是護者個愛那個 就是眾者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馬門 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 吃什麼 喝什麼 為身體憂慮 穿什麼 生命不勝於飲食咪 身體不勝於衣償咪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 也不種 也不收 也不積蓄在倉裏 你們的天父上且養活他 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咪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 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何必為衣償憂呢 你想野地裏的白合花 怎麼長起來 他也不勞苦 也不仿線 然而我告訴你們 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 他所穿戴的 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你們這小信的人啊 野地裏的草 今天還在 明天就雕在牢裡 神還給他這樣的裝飾 何況你們呢 所以不要憂慮 說 吃什麼 喝什麼 吞什麼 吞什麼 這都是愛幫人所求的 你們 需要的這一切東西 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所以 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第七章 你們不要論斷人 免得你們被論斷 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 也必怎樣被論斷 你們用什麼良氣量給人 也必用什麼良氣量給你們 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 確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對你弟兄說 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這假無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後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不要把聖物吸狗 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雕在珠前 恐怕他淺踏了珍珠 轉過來咬你們 你們祈求 就給你們 尋找 就尋見 叩門 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犯祈求的 就得著 尋找的 就尋見 叩門的 就給他開門 你們中間 誰有兒子求餅 反給他石頭呢 求魚 反給他蛇呢 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哪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 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 所以 無論何事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你們要盡窄門 因為引到滅亡 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 人到永生 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 抓著的人也少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 他們到你們這裏來 外面披著羊皮 裏面卻是殘暴的狼 憑著他們的果子 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京極上豈能摘葡桃呢 突泥裡豈能摘無花果呢 這樣 凡好樹都結好果子 唯獨壞樹結壞果子 好樹不能結壞果子 壞樹不能結好果子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 就坎下來 雕在火裡 所以 憑著他們的果子 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凡稱呼我 主呀 主呀 的人 不能刀進天國 唯獨進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進去 當哪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呀 主呀 我們不是奉你的命傳道 奉你的命趕鬼 奉你的命行許多義能嗎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 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 離開我去吧 所以 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 好比一個聰明人 把房子蓋在盆石上 雨淋 水沖 風吹 撞著那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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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 總不倒塌 耶穌講完了 鳥姐姐說 眾人都欺其他的教訓 因為他教訓他們 正像有權並的人 不像他們的民事 第八章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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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切不可告訴人 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擦看 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 對眾人作證據 耶穌進了加白龍 有一個白夫長 進前來求他說 主啊 我的牧人害癱瘓病 躺在家裡 甚至疼苦 耶穌說 我去醫治他 白夫長回答說 主啊 你到我卸下 我不敢當 只要你說一句話 我的牧人就必好了 因為我在人的權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對這個說 去 他就去 對哪個說 來 他就來 對我的牧人說 你作這事 他就去作 耶穌聽見 就稀奇 對跟從的人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麼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沒有遇見過 我又告訴你們 從東從西 將有許多人來 在天國裡 與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一同坐席 唯有本國的子民 竟被趕到外邊 黑暗裡去 在哪裏必要 哀哭切齒了 耶穌對白夫長說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給你成全了 那時 他的牧人就好了 耶穌到了 彼得家裡 見彼得的岳母 害熱病 躺著 耶穌把他的手一摸 熱就退了 他就起來服侍耶穌 到了晚上 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 來到耶穌跟前 他只用一句話 就把鬼都趕出去 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這時要應驗先知 以塞亞的話 說 他代替我們的軟弱 擔當我們的疾病 耶穌見許多人圍著他 就吩咐到哪邊去 有一個民事來 對他說 夫子 你無論往哪裏去 我要跟從你 耶穌說 湖離有洞 天空的飛鳥有窩 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 主啊 用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耶穌說 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 你跟從我吧 耶穌上了船 門徒跟著他 海裡忽然起了暴風 甚至船被波浪掩蓋 耶穌卻碎著了 門徒來叫醒了他 說 主啊 救我們 我們喪命了 耶穌說 你們這小信的人 為甚麼膽怯呢 於是起來赤窄風和海 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 眾人欺其說 這是怎樣的人 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耶穌寄到哪邊去 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 就有兩個被鬼斧的人 從墳營裡出來認著他 極其凶猛 甚至沒有人能從哪條路上經過 他們喊著說 神的兒子 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 事後還沒有到 你就想這女來 叫我們受苦嗎 離他們很遠 有一大群豬吃吃 鬼就殃求耶穌說 若把我們趕出去 就打發我們進入豬群吧 耶穌說 去吧 鬼就出來 進入豬群 全群忽然闖下山崖 頭在海裡染死了 放諸的就逃跑進城 將這一切事 和被鬼斧的人所遭遇的 都告訴人 合成的人都出來認見耶穌 既見了 就要求他離開他們的境界 第九章 耶穌上了船 到過海 來到自己的城裡 有人用玉紙抬著一個坦子 到耶穌跟前來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 就對坦子說 小子 放心吧 你的罪捨了 有幾個民事心裡說 這個人說淺忘的話了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 就說 你們為什麼心裡懷著惡念呢? 或說 你的罪捨了 或說 你喜來行走 哪一樣容易呢? 但要叫你們知道 人只在地上有 射罪的權兵 就對坦子說 喜來 那你的玉紙回家去吧 那人就喜來 回家去了 眾人看見都驚奇 就歸榮耀與神 因為他將這樣的權兵 賜給人 耶穌從那裡往前走 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 坐在碎關上 就對他說 你跟從我來 他就喜來 跟從了耶穌 耶穌在屋裡坐席的時候 有好些碎利和罪人來 以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 百利賽人看見 就對耶穌的門徒說 你們的先生為什麼和碎利和罪人一同吃飯呢? 耶穌聽見 就說 看見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經常說 我喜愛連述 不喜愛祭祀 這句話的意思 你們 且去揣摩 我來 本不是照義人 乃是照罪人 那時 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 我們和罪利賽人 常常禁食 你的門徒倒不禁食 這是為什麼呢? 耶穌對他們說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 陪伴之人豈能哀動呢? 但日子將到 新郎要離開他們 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 沒有人把新布保在舊衣服上 因為所保上的 反大壞了那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沒有人把新酒 裝在舊皮袋裡 若是這樣 皮袋就裂開 酒漏出來 連皮袋也壞了 唯獨把新酒 裝在新皮袋裡 兩樣就都保存了 耶穌說 這話的時候 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 我女兒剛才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他就必活了 耶穌便起來 跟著他去 門徒也跟了去 有一個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流 來到耶穌背後 摸他的衣上誰指 因為他心裡說 我只摸他的衣上 就必傳遇 耶穌轉過來看見他 就說 女兒 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從那時候 女人就傳遇了 耶穌到了管會堂的家裡 看見有催手 又有許多人亂讓 就說 退去吧 這龜女不是死了 是睡著了 他們就癡笑他 眾人既被掐出 耶穌就進去 拉著龜女的手 龜女便起來了 於是 這風聲傳遇了那地方 耶穌從雅女往前走 有兩個核子跟著他 喊叫說 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們吧 耶穌盡了房子 核子就來到他跟前 耶穌說 你們信我能作這事嗎 他們說 主呀 我們信 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 說 照著你們的信 給你們成全了 他們的眼睛就開了 耶穌切切的祝福他們說 你們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 他們出去 警把他的名聲傳遍了那地方 他們出去的時候 有人把鬼所負的一個雅巴 帶到耶穌跟前來 鬼被趕出去 雅巴就說出話來 眾人都稀奇說 在以色列中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法利塞人卻說 他是靠著鬼王趕鬼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在會堂裡教訓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許多的人 就連吻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樣沒有木人一般 於是對門徒說 要收的莊架多 作供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架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 收他的莊架 第十章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 給他們拳兵 能趕逐污鬼 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這十二使徒的名 求一個叫西門 又稱彼得 還有他兄弟安德烈 西比泰的兒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肥歷和巴多羅馬 哥馬和瑞利馬泰 阿勒肥的兒子雅各 和達泰 憤裔黨的西門 還有邁耶穌的家略人猶大 耶穌警察十二個人去 吩咐他們說 外邦人的路 你們不要走 薩瑪利亞人的城 你們不要盡 寧可往以色列加迷失的羊那裡去 隨走隨傳 說 天國更了 醫治病人 叫死人復活 叫長大麻風的潔淨 把鬼趕出去 你們白白的得來 也要白白的捨去 腰袋裡 不要帶金銀銅錢 行路不要帶口袋 不要帶兩件寡子 也不要帶鞋和拐掌 因為工人得飲食 是應當的 你們無論進哪一城 哪一村 要打聽哪裡誰是好人 就住在他家 直住到走的時候 盡他家裡去 邀請他的安 哪家若配得平安 你們所求的平安 就必臨到哪家 若不配得 你們所求的平安 仍歸你們 凡不接待你們 不聽你們說的人 你們離開哪家 或是那城的時候 就把腳上的塵土打下去 我實在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 所多馬和俄摩拉所受的 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我差你們去 而同樣進入狼群 所以你們要靈巧將蛇 順娘將吉子 你們要防備人 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 也要在會堂裡鞭打你們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 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 對他們黃外幫人作見證 你們被交的時候 不要思慮怎樣說話 或說什麼話 到那時候 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 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 乃是你們父的靈 在你們裏頭說的 弟兄要把弟兄 父親要把兒子 送到死地 兒女要與父母為的 害死他們 並且 你們要為我的名 被眾人恨惡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有人在這城裡 迫白你們 就逃到那城裡去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以色列的成一 你們還沒有走遍 人子就到了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仆仁不能高過主人 學生和先生一樣 仆仁和主人一樣 也就罷了 人記馬家主事別西北 何況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怕他們 因為掩蓋的事 沒有不露出來的 隱藏的事 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 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 你們耳中所聽的 要在房上宣揚出來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 不要怕他們 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 在地獄裡的 正要怕他 兩個麻雀 不是賣一分銀子嗎? 若是你們的負不許 一個也不能吊在地上 就是你們的頭髮 也都被數過了 所以不要懼怕 你們給許多麻雀還貴重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認他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認他 你們不要想 我來 是叫地上太平 我來 並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洞刀兵 因為我來 是叫人與父親生疏 女兒與母親生疏 媳婦與婆婆生疏 人的囚的就是自己家裡的人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的門徒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的門徒 不配著他的十字架 跟從我的 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得著生命的 將要失喪生命 為我失喪生命的 將要得著生命 人接待你們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人因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 人因為以人的名 接待以人 必得以人所得的賞賜 無論何人 因為門徒的名 只放一杯涼水 給這小子女的一個渴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第十一章 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 就離開那裡 往各城去傳道教訓人 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作的事 就打發兩個門徒去 問他說 那將要來的是你嗎? 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耶穌回答說 你們去把所聽見 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 就是核子看見 挫子行走 掌大麻風的潔淨 龍子聽見 死人復活 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反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他們走的時候 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 你們從前出到曠野 是要看什麼呢? 要看風吹動的爐蝟嗎? 你們出去 到底是要看什麼? 要看穿世縣衣服的人嗎? 那村世縣衣服的人 是在皇宮裡 你們出去 究竟是為什麼? 是要看先知嗎? 我告訴你們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經上記著說 我要猜顯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預備道路 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苦人所生的 沒有一個興起來 大過思浸若漢的 然而 天國裡最少的 比他還大 從思浸若漢的時候到如今 天國是努力進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如言 到若漢為止 你們若肯領受 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 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我可用什麼給這世代呢? 好象孩童坐在街市上 這人 招呼同伴 說 我們向你們摧摘 你們不跳舞 我們向你們舉哀 你們不除空 若漢來了 也不吃 也不喝 人就說他是被鬼附著的 人子來了 也吃 也喝 人又說他是貪食 好走的人 是碎利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 總以智慧為事 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 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 就在那時候紮備他們說 哥拉順啊 你有和了 白菜大啊 你有和了 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 若行在推羅西頓 他們早已披麻蒙灰灰改了 但我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 推羅西頓所受的 被你們還容而受呢 家白龍啊 你已經升到天上 將來必聚落陰間 因為在你那裡所行的異能 若行在所多馬 他還可以傳到今日 但我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 所多馬所受的 被你還容而受呢 那時 耶穌說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 向聰明通達人 就藏起來 向嬰孩 就顯出來 父啊 是的 因為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交父我的 除了父 沒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 和子所願意指是的 沒有人知道父 凡老苦 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 柔和謙卑 你們當父我的鴨 學我的樣式 這樣 你們心裡 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鴨 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 是輕省的 第十二章 那時 耶穌在安息日 從墨地經過 他的門徒餓了 就欺起墨水來吃 法利塞人看見 就對耶穌說 看啊 你的門徒作安息日 不可作的事了 耶穌對他們說 經上記著 大衛和跟從他的人 饑餓之時 所作的事 你們沒有念過嗎 他怎麼盡了神的殿 吃了陳切餅 這餅 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 可以吃得 唯獨祭師才可以吃 再者 律法上所記的 當安息日 祭師在殿裡 犯了安息日 還是沒有罪 你們沒有念過嗎 但我告訴你們 在這裏 有一人比電更大 我喜愛連率 不起愛祭祀 你們若明白 這話的意思 就不將無罪的 當作有罪的了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穌離開那地方 進了一個會堂 那裡有一個人 枯乾了一隻手 有人問耶穌說 安息日治病 可以不可以 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穌說 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 當安息日掉在坑裡 不把他抓住拉上來呢 人比羊何等貴重呢 所以在安息日 作善事是可以的 於是對那人說 伸出手來 他把手一伸 手就伏了完 和那隻手一樣 伯利塞人出去 商議怎樣可以 除滅耶穌 耶穌知道了 就離開那裡 有許多人跟著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自好了 又祝福他們 不要給他全名 這是要應驗先知 以賽亞的話 說 看啊 我的僕人 我所揀選 所親愛 心裡所喜悅的 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功利全給外邦 他不憎敬 不宣揚 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 押傷的奴毀 他不截斷 張殘的燈火 他不吹滅 等他施行功利 叫功利得勝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命 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著 又核又雅的人 帶到耶穌那裡 耶穌就依治他 甚至那雅巴又能說話 又能看見 眾人都驚奇 說 這不是大衛的子孫嗎? 但法利賽人聽見 就說 這個人趕鬼 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北啊?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 就對他們說 凡一國自相紛爭 就成為方長 一成一家自相紛爭 必站立得住 若撒旦趕逐撒旦 就是自相紛爭 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我若靠著別西北趕鬼 你們的子弟趕鬼 又靠著誰呢? 這樣 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 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人怎能進葬事家裡 搶奪他的家具呢? 除非先捆住那葬事 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 不與我相合的 就是敵我的 不與我修罪的 就是分散的 所以 我告訴你們 人一切的罪 或洩毒的話 都可得赦免 唯獨洩毒聖靈 總不得赦免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 還可得赦免 唯獨說話干犯聖靈的 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你們或以為樹好 果子也好 樹歪 果子也壞 因為看果子 就可以知道樹 毒蛇的種類 你們既是惡人 怎能說出好話來呢?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 口裡就說出來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我又告訴你們 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公出來 因為要憑你的話 定你為義 也要憑你的話 定你有罪 當時 有幾個民事和法利賽人 對耶穌說 夫子 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職給我門看 耶穌回答說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 求看神職 除了先知若拿的神職以外 再沒有神職給他門看 若拿三日三夜在大嶼土福中 人子也要這樣 三日三夜在地裡頭 當審判的時候 尼尼未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 因為尼尼未人聽了若拿所傳的 就悔改了 看呀 在這裏有一人比若拿更大 當審判的時候 南方的女王 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 因為他從地極而來 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 看呀 在這裏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 烏鬼離了人生 就在無水之地 過來過去 尋求安歇至處 卻尋不著 於是說 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裡去 到了 就看見裏面空閒 打掃乾淨 修飾好了 連去令大了七個 比自己更惡的鬼來 都盡去住在那裏 那人末後的景況 比先前更不好了 這邪惡的世代 也要如此 耶穌還對眾人說話的時候 不料 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 要與他說話 有人告訴他 說 看呀 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 要與你說話 他卻回答那人說 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著門頭說 看呀 我的母親 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子義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這妹和母親 這妹和母親了 第十三章 當那一天 耶穌從房子女出來 坐在海邊 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眾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對他們說許多道理 說 有一個殺種的出去殺種 殺的時候 有落在路旁的 飛鳥來吃盡了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 土記不深 發苗最快 日頭出來一曬 因為沒有根 就枯乾了 有落在京激裡的 京激長起來 把他擠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淚的 就結實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半徒進前來 問耶穌說 對眾人說話 為什麼用比喻呢 耶穌回答說 因為天國的傲秘 只叫你們知道 不叫他們知道 凡有的 還要加給他 叫他有餘 凡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 也要奪去 所以 我用比喻對他們說 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 聽也聽不見 也不明白 在他們身上 正認了以塞亞的 語言 說 你們聽是要聽見 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 卻不曉得 因為這百姓 由蒙了心 耳朵發沉 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見 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 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 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爲看見了 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 因爲聽見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 要看你們所看的 卻沒有看見 要聽你們所聽的 卻沒有聽見 所以 你們當聽者殺種的比喻 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 那惡者就來 把所殺在他心裡的 奪了去 這就是殺在路旁的了 殺在石頭地上的 就是人聽了道 當下歡喜領受 只因心裡沒有根 不過是暫時的 及至慧道遭了患難 或是受了迫白 立刻就跌倒了 殺在京激裡的 就是人聽了道 後來有世上的思慮 錢財的迷惑 把道擠住了 不能結實 殺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聽到明白了 後來結實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天國好將人殺好種在田裡 及至人睡覺的時候 有囚的來 將被子殺在墨子裡 就走了 到掌苗套水的時候 被子也顯出來 田主的伯仁來告訴他 說 主啊 你不是殺好種在田裡嗎 從哪裏來的 被子呢 主人說 這是仇敵作的 伯仁說 你要我們去 撲出來嗎 主人說 不必 恐怕 撲被子 連墨子也拔出來 傭者兩樣一起掌 等著收割 當收割的時候 我要對收割的人說 先將被子撲出來 捆成捆 留著燒 唯有墨子 要收在倉裡 他又切過比喻對他們說 天國好長一粒芥菜種 有人拿去種在田裡 這緣是百種類最小的 等到長起來 卻比各樣的菜都大 且成鳥樹 天上的飛鳥來縮在他的枝上 他又對他們說過比喻說 天國好長面孝 有婦人拿來 藏在三斗面裡 直等全團都發起來 這都是耶穌用比喻對眾人說的話 若不用比喻 就不對他們說什麼 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 說 我要開口用比喻 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 當下耶穌離開眾人 盡了房子 他的門徒盡前來說 請把田間閉字的比喻 講給我們聽 他回答說 那殺好種的 鬥事人子 天地就是世界 好種 就是天國之子 壁子 就是那惡者之子 殺壁子的囚敵 就是魔鬼 收割的時候 就是世界的沒了 收割的人 就是天使 將幻子 將幻子 撲出來 用火焚燒 世界的沒了 也要如此 人子要猜遣是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或作惡的 從他國裡挑出來 雕在火爐裡 在哪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那時 二人在他們父的國裡 要發出光來 像太陽一樣 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天國好象寶貝 藏在地裡 人遇見鳥 就把他藏起來 歡歡喜喜的 去變賣一切所有的 買這塊地 天國又好象買賣人 尋找好珠子 遇見一伙重價的珠子 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 買了這火珠子 天國又好象妄殺在海裡 聚攏各樣水族 妄忌滿了 人就拉上岸來 坐下 揀好的收在器具裡 將不好的丟棄了 世界的沒了 也要這樣 天使要出來 從二人中 把惡人分別出來 雕在火爐裡 在那裡 必要哀哭切齒了 耶穌說 這一切的話 你們都明白了嗎 他們說 我們明白了 他說 這人從哪裡有這等智慧 為何異能呢 這不是木匠的兒子嗎 他母親不是叫馬利亞嗎 他弟兄們不是叫雅各 約西西門又大嗎 他妹妹們不是都在我們這裏嗎 這人從哪裏有這一切的事呢 他們就厭棄他 耶穌對他們說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 本家之外 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穌因為他們不信 就在哪裏不多行異能了 第十四章 那時 分封的王希律 聽見耶穌的名聲 就對神復說 這時私浸的約翰從死裡復活 所以 這才異能從他裏面發出來 起先 希律為他兄弟肥力的妻子 以希律底的緣故 把約翰拿著所在監裏 因為約翰曾對他說 你娶者婦人 是不合理的 希律就想要殺他 只是怕百姓 因為他們以約翰為先知 到了希律的生日 希律底的女兒 在眾人面前跳舞 使希律歡喜 希律就起誓 應許隨他所求的給他 女兒被母親所使 就說 請把屍浸約翰的頭 放在盆子裡 拿來給我 告訴耶穌 約翰的門徒來 把屍手領去 埋葬了 就去告訴耶穌 耶穌聽見了 就上船 從哪裏獨自推到野地裏去 眾人聽見 就從各城裏步行跟隨他 他 耶穌出來 見有許多的人 就憐憫他們 治好了他們的病人 天將晚的時候 門徒進前來說 這事野地 時候已經過了 請叫眾人散開 他們好往村子裡去 自己買吃的 耶穌說 不用他們去 你們給他們吃吧 門徒說 我們這裏只有五個餅 兩條魚 耶穌說 拿過來給我 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 望著天 祝福 抹開餅 帶給門徒 門徒有第幾眾人 他們都吃 並且吃飽了 把聖下的零碎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男子 吃的人 除了婦女孩子 約有五千 耶穌隨即吹門徒上船 先到那邊去 等他叫眾人散開 散了眾人以後 他就獨自上山去討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裡 那時 船在海中 因風不順 被浪搖陷 夜裡四更天 耶穌在海面上走 往門徒那裡去 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 就驚方了 說 是個鬼怪 便害怕 喊叫起來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 你們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說 主 如果是你 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 耶穌說 你來吧 彼得就從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穌那裡去 只因見風甚大 就害怕 將要沉下去 便喊著說 主啊 救我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 說 你這小信的人 為什麽疑惑呢 他們上了船 風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 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他們過了海 來到隔離撒勒地方 那裡的人 一認出是耶穌 就打發人到周圍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 帶到他那裡 只求耶穌准他們摸他的衣上垂子 摸著的人 就都好了 第十五章 那時 有法利賽人和文士 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說 你的門徒為什麽犯古人的遺傳呢 因為吃飯的時候 他們不洗手 耶穌回答說 你們為什麽恩著你們的遺傳 犯神的戒命呢 神說 當孝敬父母 又說 就罵父母的必至死他 你們倒說 無論何人對父母說 我所當奉給你的 已經作了公獻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這就是你們值著遺傳 廢了神的戒命 假冒為善的人 入口的不能污衛人 出口的 乃能污衛人 當時 門徒進前來對他說 法利賽人聽見者說 不服 你知道嗎 耶穌回答說 凡栽種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 必要拔出來 任憑他們罷 他們是核眼領路的 若是核子領核子 兩個人都要吊在坑裡 彼得對耶穌說 請將這比喻講給我們聽 耶穌說 你們到如今還不明白嗎 豈不知煩入口的 是運到肚子裡 又落在茅廁裡嗎 唯獨出口的 是從心裡發出來的 這才污衛人 因為從心裡發出來的 有惡念 兇殺 奸淫 狗合 偷盜 妄政 狂獨 這都是污衛人的 至於不洗手吃飯 那卻不污衛人 耶穌離開那裡 退到推羅西頓的境內去 有一個家南婦人 從那地方出來 喊著說 主啊 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 我女兒被鬼苦得甚苦 耶穌卻一言不答 門徒進前來 求她說 這婦人在我門後頭 喊叫 請打發她走吧 耶穌說 我奉差遣 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那女去 那婦人來拜她 說 主啊 幫助我 她回答說 不好拿兒女的餅 雕給狗吃 婦人說 主啊 不錯 但是 狗也吃她主人 桌子上 吊下來的碎渣兒 耶穌說 婦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 給你成全了 從那時候 她女兒就好了 耶穌離開那地方 來到靠近加里里的海邊 就上山座下 有許多人到她那裡 帶著鋸子 核子 雅巴 有殘疾的或好些別的病人 都放在她腳前 她就自好了她們 甚至眾人都稀奇 因為看見雅巴說話 殘疾的傳遇 鋸子行走 核子看見 她們就歸榮耀給以色列的神 耶穌叫門徒來說 我憐憫者眾人 因為她們同我在這裏已經三天 也沒有吃的了 我不願意叫她們我著回去 恐怕在路上困乏 門徒說 我們在這野地 哪裏有這麼多的餅 叫這許多人吃飽嗎 耶穌說 你們有多少餅 她們說 有七個 還有幾條小魚 她就吩咐眾人坐在地上 拿著這七個餅和幾條魚 竹謝了 抹開 第幾門徒 門徒有第幾眾人 眾人都吃 並且吃飽了 收拾聖下的零碎 裝滿了七個康子 吃的人 除了婦女孩子 共有四千 耶穌叫眾人散去 就上船 來到馬加丹的境界 第十六章 法利塞人和殺刀該人 來試探耶穌 請他從天上顯個神跡給他們看 耶穌回答說 晚上天發紅 你們就說 天必要情 早晨天發紅 又發黑 你們就說 今日必有風雨 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息 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跡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跡 除了若拿的神跡以外 再沒有神跡給他看 耶穌就離開他們去了 門徒到那邊去 望了大餅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要謹慎 防備法利塞人和殺刀該人的孝 門徒彼此議論說 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大餅 耶穌看出來 就說 你們這小信的人 為什麼因為沒有餅 彼此議論呢 你們還不明白嗎 不記得那五個餅 分給五千人 又收拾了多少男子的零碎嗎 也不記得那七個餅 分給四千人 又收拾了多少康子的零碎嗎 我對你們說 要防備法利塞人和殺刀該人的孝 這話 不是指著餅說的 你們怎麼不明白呢 門徒這才曉得他說的 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孝 乃是防備法利塞人和殺刀該人的教訓 耶穌到了該殺利亞 肥立比的境內 就問門徒說 人說 我人子是誰 他們說 有人說 是私浸的約翰 有人說 是以利亞 又有人說 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裡的一位 耶穌說 你們說 我是誰 西門彼得回答說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對他說 西門巴約拿 你是有福的 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子是的 我還告訴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盆石上 陰間的權兵 不能勝過他 我要把天國的藥士給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 當下 耶穌祝福門徒 不可對人說 他是基督 從此 耶穌才指示門徒 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 受掌路 祭司掌 民事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彼得就拉著他 勸他說 主啊 萬不可如此 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 耶穌轉過來 對彼得說 撒旦 對我後邊去吧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看貼神的意思 只看貼人的意思 於是 耶穌對門徒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喪掉生命的 必得著生命 人若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人只要在他父的榮耀裏 同著重視者降臨 那時候 他要照各人的行為 報應各人 我實在告訴你們 站在這裏的 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 必看見人只降臨在他的國裏 第十七章 過了六天 耶穌帶著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 連面明亮如日頭 衣裳結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 向他們顯現 同耶穌說話 彼得對耶穌說 主啊 我們在這裏真好 你若願意 我就在這裏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 說話之間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 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 門徒聽見 就虎伏在地 極其害怕 耶穌進前來 摩他們說 起來 不要害怕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待哪裏 下山的時候 耶穌吩咐他們說 人只還沒有從死裡復活 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門徒問耶穌說 問是為什麼說 以利亞必須先來 耶穌回答說 以利亞固然先來 並要復興萬事 只是我告訴你們 以利亞已經來了 人卻不認識他 竟任意待他 人只也將要這樣 受他們的害 門徒這台明白 耶穌所說的 是指著 詩浸的若寒 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哪裏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 跪下 說 主啊 連問我的兒子 他害癲癇的病狠苦 屢次跌在火裏 屢次跌在水裏 我帶他到你們圖那裏 他們卻不能醫治他 耶穌說 哎 者有不信又撥謀的世代啊 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 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 把他帶到我這裏來吧 耶穌斥責那鬼 鬼就出來 從此 孩子就傳遇了 門徒暗暗的到耶穌跟前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哪鬼呢 耶穌說 是因你們的信心少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種 就是對這座山說 你從這邊挪到那邊 他也必挪去 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至於這一類的鬼 若不討告禁食 他就不出來 他們還住在加里里的時候 耶穌對門徒說 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 他們要殺害他 第三日 他要復活 門徒就大大的憂手 到了加伯農 有修丁碎的人來見比德說 你們的先生不納丁碎屋 比德說 那 他盡了屋子 耶穌先向他說 西門 你的意思如何 世上的君王 向誰徵收關稅丁碎 是向自己的兒子呢 是向外人呢 比德說 是向外人 耶穌說 既然如此 兒子就可以免碎了 但恐怕觸犯他們 你往海邊去釣魚 把先釣上來的魚 拿起來 開了他的口 必得一塊錢 可以拿去給他們 作你我的稅銀 當時 門徒進前來 問耶穌說 天國裡誰是最大的 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 使他站在他們當中 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會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得進天國 所以 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 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 凡為我的名 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使者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 山在這人的頸項上 沉在深海裡 這世界有禍了 因為將人叛倒 叛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叛倒人的有禍了 倘若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 叫你跌倒 就坎下來雕吊 你缺一隻手或是一隻腳 進入永生 強如有兩手兩腳被雕在永火裡 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 就把他換出來雕吊 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 強如有兩隻眼被雕在地獄的火裡 你們要小心 不可輕看這小子裡的一個 我告訴你們 他們的事者在天上 常見我天父的面 人指來 為要拯救失喪的人 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 一隻走迷了路 你們的意思如何 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 往山裡去找那隻迷路的羊 若是找著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為這一隻羊歡喜 你為哪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 你們在天上的父 也是這樣不願意 這小子裡失喪一個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 指出他的錯來 他若聽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聽 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 句句都可定準 若是不聽他們 就告訴教會 若是不聽教會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瑞利一樣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 我又告訴你們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為他們成全 因為無論在哪裏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哪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那時 彼得進前來 對耶穌說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當搖述他幾次 到七次可以嗎 耶穌說 我對你說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天國好賬一個王 要和他撥人算賬 才算的時候 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鈔子的來 因為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 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 那僕人就苦福拜他 說 主啊 歡容我 將來我都要還清 那僕人的主人 就動了慈心 把他釋放了 並且免了他的債 那僕人出來 遇見他的一個同伴 欠他十兩銀子 便周著他 欠住他的喉嚨 說 你把所欠的還我 他的同伴就苦福央求他 說 歡容我吧 將來我必還清 他不肯 竟去把他下在監裏 等他還了所欠的債 眾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 就甚憂愁 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於是 主人叫了他來 對他說 你這惡奴才 你願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刀面了 你不應當連率你的同伴 將我連率你嗎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給掌營的 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 你們各人 若不從心裡搖書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這樣代你門了 第十九章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 就離開加利利 來到猶太的境界 若旦河外 有許多人跟著他 他就在那裡把他們的病人治好了 有法利塞人來試探耶穌說 人無論什麼緣故 都可以休妻嗎 耶穌回答說 那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 並且說 因此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以人成為一體 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乃是一體的了 所以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法利塞人說 這樣 我世為什麽 吩咐給妻子休書 就可以休他呢 耶穌說 我世因為你們的心硬 所以 許你們休妻 但起初並不是這樣 我告訴你們 煩休妻另取的 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 就是煩奸淫了 有人取那被憂的婦人 也是犯奸淫了 門徒對耶穌說 人和妻子既是這樣 都不如不取 耶穌說 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 唯獨賜給誰 誰才能領受 因為有生來是淫人 也有被人淫的 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淫的 這話誰能領受 就可以領受 那時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 要耶穌給他們按手討告 門徒就答備那些人 耶穌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里來 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天國的 正是這樣的人 耶穌給他們按手 就離開那地方去了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 夫子 我該作什麼善事 才能得永生 耶穌對他說 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進入永生 就當遵守戒命 他說 什麼戒命 耶穌說 就是不可殺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 當孝敬父母 又當愛人如己 那少年人說 這一切我都遵守了 還缺少什麼呢 耶穌說 你若願意作完全人 可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 就憂憂愁愁愁的走了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耶穌對門徒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財主進天國是難的 我又告訴你們 駱駝穿過針的眼 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門徒聽見這話 就稀奇得狠 說 這樣 誰能得夠呢 耶穌看著他們說 在人 這是不能的 在神 凡事都能 彼得就對他說 看啊 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 將來 我們要得什麼呢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 這跟從我的人 到復興的時候 人只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 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凡為我的命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親 母親 兒女 田地的 必要得著百倍 並且承受永生 然而 有許多在前的 將要在後 在後的 將要在前 第二十章 因為天國好將家主 清早出去故人 盡他的葡萄園作供 和工人講定 一天一錢銀子 就打發他們盡葡萄園去 約在自初出去 看見史上還有閒站的人 就對他們說 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所當給的 我必給你們 他們也進去了 約在五正和身初又出去 也是這樣行 約在有初出去 看見還有人站在哪裏 就問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整天在這裏行站呢 他們說 因為沒有人故我們 他們說 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到了晚上 原主對管事的說 叫工人都來 給他們工錢 從後來的起 到先來的為止 若在有初故的人來了 各人得了一錢銀子 及至那先故的來了 他們以為必要多得 誰知也是各得一錢 他們得了 就埋怨家主說 我們整天勞苦受熱 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事 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嗎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 朋友 我不規負你 你與我講定的 得是一錢銀子嗎 那你的酒吧 我給那後來的 和給你一樣 這是我願意的 我的東西 難道不可 除我的意思用嗎 因為我作好人 你就紅了眼嗎 這樣 那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 在路上把十二個門徒 帶到一邊 對他們說 看啊 我們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民事 他們要定他死罪 由交給外邦人 將他棄弄鞭打 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 他要復活 那時 西彼泰兒子的母親 和他兩個兒子上前來 拜耶穌 求他一件事 耶穌說 你要什麼呢 他說 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 在你國裡 一個坐在你右邊 一個坐在你左邊 耶穌回答說 你們不知道 所求的是什麼 我將要喝的杯 你們能喝嗎 他們說 我們能 耶穌說 我所喝的杯 你們必要喝 指示 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賜的 乃是我父為誰預備的 就賜給誰 那十個門徒聽見 就怒怒他們 弟兄二人 耶穌叫了他們來 說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 治理他們 有大神 操權管束他們 指示 在你們中間 不可這樣 你們中間 誰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誰願為首 就必作你們的伏人 正如人子來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寫命 作多人的屬家 他們出耶利哥的時候 有極多的人跟隨他 有兩個核子坐在路旁 聽說是耶穌經過 就喊著說 主啊 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們吧 眾人責備他們 不許他們作聲 他們卻越發喊著說 主啊 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們吧 耶穌就站住 叫他們來 說 要我為你們作什麼 他們說 主啊 要我們的眼睛能看見 耶穌就動了慈心 把他們的眼睛一摸 他們立刻看見 就跟從了耶穌 第二十一章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 到了百發旗在鑑南山那裡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 對他們說 你們往對面村子裡去 必看見一匹爐山在那裡 還有爐區同在一處 你們解開軒到我這裡來 若有人對你們說什麼 你們就說 主要用它 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 這是成就 是要應驗先知的話 說 要對石安的居民 說 看啊 你的王來到你這裡 是溫柔的 又騎著爐 就是騎著爐驅子 門徒就照耶穌所吩咐的去行 偏了爐和爐驅來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穌就騎上 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 還有人撼下樹枝來鋪在路上 前行後取的眾人 喊著說 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奉主命來的 使應當清重的 高高待上和撒那 耶穌既盡了耶路撒那 合成都驚動了 說 這是水 眾人說 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 耶穌盡了神的殿 趕出殿裡一切作買賣的人 推倒對換銀錢之人的桌子 和賣夾子之人的凳子 對他們說 經常記著說 我的殿必稱為土布的殿 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在殿裡有核子、搁子 到耶穌跟前 他就治好了他們 祭司長和民事 看見耶穌所行的歧視 又見小孩子在殿裡喊著說 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就甚怒怒 對他說 這些人所說的 你聽見了嗎 耶穌說 是的 經常說 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了讚美的話 你們沒有念過嗎 於是離開他們 出城到白大尼去 在那裡住宿 早晨回城的時候 他餓了 看見路旁有一伙無花果樹 就走到根前 在樹上找不著什麼 不過有葉子 就對樹說 從今以後 未永不結果子 那無花果樹 就立刻枯乾了 門徒看見了 見稀奇說 無花果樹 怎麼立刻枯乾了呢 耶穌回答說 我實在報訴你們 你們若有信心 不疑惑 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 所行的事 就是對這座山說 你挪開此地 投在海裡 也必成就 你們討告 無論求什麼 只要信 就必得著 耶穌俊了言 正教訓人的時候 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 來問他說 你像著什麼權兵 作這些事 給你這權兵的是誰呢 耶穌回答說 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 你們若告訴我 我就告訴你們 我像著什麼權兵 作這些事 若看的浸禮 是從哪裏來的 是從天上來的 是從人間來的呢 他們彼此相異說 我們若說從天上來 他必對我們說 這樣 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呢 若說從人間來 我們又怕百姓 因為他們都以若看為先知 於是 回答耶穌說 我們不知道 耶穌說 我也不告訴你們 我像著什麼權兵 作這些事 又說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他來對大兒子說 我兒 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去作供 他回答說 我不去 以後自己奧悔就去了 又來對小兒子 也是這樣說 他回答說 父啊 我去 他卻不去 你們想這兩個兒子 是難一個遵行負命呢 他們說 大兒子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碎利和娼妓 賭給你們先進神的國 因為若看遵著 而路到你們這女來 你們卻不信他 碎利和娼妓 賭信他 你們看見了 後來還事不悔去信他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 有個家主 栽了一個葡萄園 周圍圈上尼巴 裏面畫了一個押酒池 蓋了一座樓 租給玄壺 就往外國去了 收果子的時候 近了 就打發伯人 到玄壺那裡去收果子 玄壺拿著伯人 打了一個 殺了一個 用石頭打死一個 主人又打發別的伯人去 比先前更多 玄壺還事照樣待他們 後來打發他的兒子 到他們那裡去 意思說 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 不了 玄壺看見他兒子 就彼此說 這是承受產業的 來吧 我們殺他 佔他的產業 他們就拿著他 推推葡萄園外 殺了 玄壺來的時候 要怎樣處置這些玄壺 他們說 要下毒手 除滅那些惡人 將葡萄園 另租給那按著時候 交果子的玄壺 耶穌說 經上寫著 將人所棄的石頭 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這事主所作的 在我們眼中看為稀奇 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 所以 我告訴你們 神的國 必從你們奪去 刺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 誰吊在這石頭上 必要跌碎 這石頭吊在誰的身上 就要把水紮得欺爛 祭司長和法利塞人 聽見他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著他們說的 他們想要捉拿他 只是怕眾人 因為眾人以他為先知 第二十二章 天國好比一個王 為他兒子擺設取親的賢籍 就打發伯人去 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負席 他們卻不肯來 皇又打發別的伯人說 你們告訴那被召的人 我的賢籍已經預備好了 牛禍肥畜已經載了 各樣都齊備 請你們來負席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一個到自己田裡去 一個作買賣去 其餘的拿著伯人 凌辱他們 把他們殺了 皇就大怒 發兵除滅那些兇手 燒毀他們的城 於是對伯人說 喜然已經齊備 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所以你們要往叉路口上去 凡如見的都召來負席 那些伯人就出去到大路上 凡如見的不論善惡都招聚了來 原則上就坐滿了客 王盡來觀看奔客 見那裡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 就對他說 朋友 你到這裡來 怎麼不穿禮服呢 那人無言可答 於是 王對示喚的人說 捆起他的手腳 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裡 在那裡 必要愛哭切齒了 因為被召的人多 損傷的人少 當時 法利塞人出去商議 怎樣就著耶穌的話陷害他 就打發他們的門徒 和希律黨的人 去見耶穌說 夫子 我們知道你是誠實人 並且誠誠實實全神的道 什麼人你都不信情面 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 請告訴我們 你的意見如何 納粹給該殺 可以不可以 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 就說 假冒為善的人 為什麼試探我 哪一個上碎的錢給我看 他們就哪一個銀錢來給他 耶穌說 這帳和這號是誰的 他們說是該殺的 耶穌說 這樣該殺的物 當歸給該殺 神的物 當歸給神 他們聽見就稀奇 離開他走了 殺到個人 常說 沒有復活的事 哪天 他門來問耶穌說 夫子 摩世說 人若死了 沒有孩子 他兄弟當娶他的妻 為哥哥生子立候 從前在我們這裏 有弟兄七人 第一個娶了妻 死了 沒有孩子 撇下妻子給兄弟 第二第三 直到第七個 都是如此 末後 婦人也死了 這樣 當復活的時候 他是七個人中 哪一個的妻子呢 因為他們都娶過他 耶穌回答說 你們錯了 因為 不明白聖經 也不曉得 神的大能 當復活的時候 人也不娶 也不嫁 哪像天上的 是者一樣 輪到死人復活 神在經上 向你們所說的 你們沒有念過嗎 他說 我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眾人聽見這話 就欺其他的教訓 法利賽人 聽見耶穌堵住了 殺到該人的口 他們就聚集 內中有一個人 是律法師 要試探耶穌 就問他說 夫子 律法上的介命 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耶穌對他說 你要盡心 盡聖 盡意 愛主你的神 這是 戒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戒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 耶穌問他們說 論道基督 你們的意見如何 他是誰的子孫 他們回答說 是大衛的子孫 耶穌說 這樣 大衛被聖靈感動 怎麼還稱他為主 說 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把你籌敵 放在你的腳下 大衛既稱他為主 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 從哪日以後 也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麼 第二十三章 那時 耶穌對眾人亡門徒說論 說 民視和法利賽人 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 你們都要緊守 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 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 他們把難擔的重擔 捆起來各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個子頭也不肯動 他們一切所作的事 都是要叫人看見 所以 將佩戴的經文做寬了 衣上的垂子做長了 喜愛賢席上的手座 會堂裡的高位 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 稱呼他拉比 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 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夫子 你們都是弟兄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 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 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 就是基督 你們中間誰為大 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為悲 自卑的必升為高 你們這假武為善的民事和法利賽人有和了 因為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 自己不進去 正要進去的人 你們也不用他們進去 你們這假武為善的民事和法利賽人有和了 因為你們走遍 你們走遍陽海陸地 勾引一個人入教 既入了教 卻使他作地獄之子 給你們還家賠 你們你們而家賠 凡子雀坛起誓的, 这算不得甚么。 只是,凡子雀坛上礼物起誓的, 他就该紧守。 你们这核眼的人, 什么是大的, 是礼物呢? 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所以,人子雀坛起誓, 就是子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 人子雀坛起誓, 就是子雀坛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 人子雀坛起誓, 就是子雀坛神的宝座和那座在上面的起誓。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民事和法利赛人有和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勤菜, 牵上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的事, 就是公义、 怜悯、 信实、 反倒不行了。 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事不可不行的。 你们这核眼领路的。 根本olor Soo有问题和则的红杂, 从你来渗流出。 你来渗路的人, 你来渗流出论此前。 那些人不可不来。 你们那些人不可不去。 这里有于有秘乏大。 我们那些人不可不去。 你来渗流出论。 这些人不可不去。 你们那些人不可不去。 现在你们那些人不可不去。 你们这些人不可不去。 的民事和法利赛人有和了 因为你们好象粉色的坟墓 外面好汉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和一切的污谓 你们也事如此 在人前 外面显出公义来 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民事和法利赛人 有和了 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 修悉以人的梦 说 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 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 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 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 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冠罢 你们这些蛇类 毒蛇之种 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所以 我猜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民事 到你们这女来 有的你们要杀害 要钉十字架 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边打 从这城追逼到那城 叫世上所留意人的血 都归到你们身上 从二人阿伯的血起 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 杀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尝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 到你这女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象没有鸡把小鸡聚集在刺旁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呀 你们的家成为方长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直等到你们说 奉主命来的 是应当清重的 第二十四章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 把电雨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电雨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慕 你们要谨慕 国要攻准备 国要攻准备 多处必有飞荒 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 只因不发的事 多人的爱心 才漸漸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你们看见先知 但以你所说的 那行为坏可憎的 站在圣地 读者经的人 需要回忆 那时 再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再防上的 不要下来 哪家里的东西 再偏女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 和哪孩子的 有和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如见冬天 或是安息日 因为那时 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 那日子必减少了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歧视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 就迷惑了 看啊 我预先 告诉你们了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 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 滑雪 看啊 基督在内屋中 你们不要信 闪电 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尸首在那里 应也必聚在那里 那些日子的灾难 一过去 一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聚落 天世都要震动 那时 人子的少头 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 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嫁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猜显示者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都朝聚了来 你们可以从 无花果树 学过比方 当树枝发乱 掌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近了 这样 你们看见 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 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墟 我的话 却不能废墟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事者 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奴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取 直到奴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 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 两个人在田里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 不知道你们的主 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 几间天有策来 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牧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量给他们 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 管理一切所有的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慈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再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的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 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第二十五章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同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绝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绝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游 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游在器命里 新郎迟然的时候 他们都打顿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雪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同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绝的对聪明的雪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 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直 门就关了 其余的同女 随后也来了 说 主呀 主呀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天国又好给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各人的财干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 随即那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二千的 也照样令赚了二千 但那领一千的 去挖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那思福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那领外的五千来 说 主呀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尽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也来说 主呀 你交给我二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二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尽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 也来说 主呀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重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念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迈藏在地里 请看 你的原银子 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 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 我没有重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念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 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 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吸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 都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爱哭切齿了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 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 黄腰向那右边的雪 你们这蒙我付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喝了 你们给我喝 我作客女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路看 你们给我穿 我并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二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吸你吃 喝了 吸你喝 什么时候 见你作客女 留你住 或是赤身路看 或是赤身路看 吸你穿 又什么时候 见你并了 或是在监里 来看你 皇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皇又要向那左边的雪 你们这被咒座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 永火里去 因为 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喝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作客女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路看 你们不给我穿 我并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或喝了 或作客女 或赤身路看 或并了 或在监里 不自后你 皇又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营里去 那些人 要往永生里去 第二十六章 耶稣说完了 这一切的话 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 过两天事如月节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 祭司掌和民间的长老 聚集在大祭司 称为该阿法的婉女 大家商议 要用诡计拿着耶稣杀她 指示说 当节的日子不可 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在八大眉 掌大麻风的西门家女 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 销在她的头上 门徒看见 就狠不起悦 说 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就制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 就说 为什么安难为这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作的 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她将这香膏囂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作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 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作个纪念 当下 十二门徒女 有一个称为家略人由大的 去见祭司长 说 我把她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 给我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她 三十块钱 从那时候 他就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随敲节的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鱼月节的盐值 要我们在那里 给你预备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 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他们就甚憂愁 一个一个的问他说 主 主 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同我站在盘子里的 就是他要卖我 就是他要卖我 人子必要去世 我看起来 祝福 祝福 就抹开 帝给门徒 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捉借了 帝给他们 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 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那时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 你们为我的缘故 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击打木人 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以先 往嘉里里去 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鸡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客西马尼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讨告 于是 大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 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虎伏在地 讨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比德说 怎样 你们不能和我警醒骗士吗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欲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 我父啊 这杯药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 第三次祷告 说的话 还是与先前一样 于是 来到门徒那里 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 我安歇吧 时候到了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看啊 卖我的人近了 说话之间 那十二个门徒里的 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 带着刀棒 从祭司掌和民间的 长老那里 与他同来 那买耶稣的 吸了他们一个暗号 说 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可以拿住他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请拉比安 就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 朋友 你来要作的事 就作罢 于是 那些人上前 下手拿住耶稣 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 伸手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伯人 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说 收刀入肖霸 犯动刀的 必死在刀下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 现在为我猜显十二刑多天事来目 若是这样 经上所说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 当时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带着刀棒 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 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 为要应验才知书上的话 当下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那耶稣的人 把他带到大祭司 该阿法那里去 民事和长老 已经在那里聚会 给得远远的跟着耶稣 直到大祭司的院子 进到里面 就和差役同坐 要看这事到底怎样 祭司长和全工会 尋找假见证 控告耶稣 要自死他 须有好些人来作假见证 总得不着实对 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 这个人曾说 我能拆毁神的殿 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大祭司就站起来 对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这些人作见证 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 大祭司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神 叫你起誓告诉我们 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事 然而我告诉你们 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 嫁着天上的魂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 他说了潜望的话 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这潜望的话 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回答说 他是该死的 他们就套堕没在他念上 用拳头打他 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 基督啊 你是先知 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彼得在外面院子女坐着 有一个是女前来说 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 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众人面前 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寄出去 到了门口 又有一个是女看见他 就对那女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 耶稣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 并且喜誓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前来 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党的 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彼得就发奏起誓的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立时 鸡就叫了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鸡叫而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第二十七章 到了早晨 众祭司掌和民间的长老 大家商议 要治死耶稣 就把他捆绑 借去交给巡护 彼拉多 这时候 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 那回来吸制师掌和掌老说 我买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他们说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成当罢 犹大就把那银钱 雕在殿里 出去吊死了 祭司掌拾起银钱来说 这是血家 不可放在腹里 他们商议 就用那银钱买了遥户的一块田 为要埋葬外乡人 所以 那块田 直到今日 还叫作血田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 说 他们用那三十块钱 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 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 买了遥户的一块田 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耶稣站在秦府面前 秦府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 你说的事 他被祭司掌和掌佬控告的时候 什么都不回答 比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作见证 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仍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以致秦府甚角稀奇 秦府有一个常例 每逢这节旗 随众人所要的 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当时 有一个出名的囚犯 叫巴拉巴 众人聚集的时候 比拉多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我释放那一个给你们 是巴拉巴呢 是秦为基督的耶稣呢 秦府远之道 他们是因为贼道 才把他戒了来 正座堂的时候 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 这人的事 你一点不可管 因为我今天在梦中 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掌和掌佬 挑唆众人 求释放巴拉巴 除灭耶稣 秦府对众人说 这两个人 你们要我释放 哪一个给你们呢 他们说 巴拉巴 比拉多说 这样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都说 把他钉十字架 秦府说 为什么呢 他作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 反要生乱 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 留这二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成当罢 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 比拉多释放巴拉巴 给他们 把耶稣鞭打了 交给人 钉十字架 秦府的兵 就把耶稣 带进 阿们 叫全形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他们 给他脱了衣服 穿上一件珠红色袍子 用荆棘偏作冠冕 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围纸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 弃弄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 犹图堕没在他脸上 拿围纸打他的头 弃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袍子 迎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钉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 遇见一个古利内人 名叫西门 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各各他 意思就是足留地 冰冰拿苦胆调和的酒 吸耶稣喝 他尝了 就不肯喝 他们既将他 钉在十字架上 就连扣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哪里看守他 在他头上 安一个牌子 写着他的罪 写着他的罪 这是犹太人的王 耶稣 当时有两个强盗 和他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从哪里经过的人 寄照他 要着头说 你这策位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民事 并长老 也是这样弃弄他 说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他已靠神 神若喜悦他 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 我是神的儿子 那和他同钉的强盗 也是这样的机招他 从五正到新初 遍地都黑暗了 若在新初 耶稣大声喊着说 以利以利 拉马撒巴各大你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站在那里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 内中有一个人 赶紧跑去 拿海涌站满了躁 绑在位子上 送给他喝 其余的人说 扯等着 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 耶稣又大声哭叫 气就断了 忽然 天女的万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地也震动 盆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谁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尽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然 百夫掌和一同 看守耶稣的人 看见地震 并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 说 这真是神的遗子了 有好些妇女在哪里 远远的观看 他们是从加利利 跟随耶稣 来服侍他的 内中有 末大拉的玛利亚 又有雅各和 约西的母亲 玛利亚 定有西彼泰 两个儿子的母亲 到了晚上 有一个财主 名叫约瑟 是阿利马泰来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 彼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彼拉多就吩咐 给他 若失去了身体 用干净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自己的身份 墓里 就是他 作在盆石里的 他有把大石头 捆到墓门口 就去了 有末大拉的玛利亚 和哪个玛利亚 在哪里 对着坟墓坐着 此日 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责 来见彼拉多说 大人 我们记得那有惑人的 还活着的时候 曾说 三日后我要复活 因此 请吩咐人将坟墓墓把手 把手妥当 直到第三日 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 就告诉百姓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 那后来的迷惑 比先前的更厉害了 比拉多说 你们有看守的兵 去吧 尽你们所能的把手妥当 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 封了石头 将坟墓把手妥当 第二十八章 安息日将尽 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末大拉的玛利亚 和哪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忽然地带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 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像貌如同闪电 衣服结白如雪 看守的人 就因他吓得渊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 你们是尋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头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家里离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呀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 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报纸他的门徒 忽然 耶稣遇见他们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 拜他 耶稣遇见他们 耶稣遇见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家里离去 在那里必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 看守的兵 有几个进城去 将所经历的事 都报级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 就拿许多银钱 吸冰丁说 你们要这样说 夜间 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倘若者话被存傅听见 有我们劝他 保你们无事 丁丁受了银钱 就照所祝福他们的去衡 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患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尝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尝诶 Cats elements